要怎么样去玩一个更大的游戏 在我的产业速度是很快 所以要跑得很快 学习要很快 结果也要很快推动 我也会有很多的沮丧是 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去想这么做 我会希望公司有更多的 我 所谓我不是像我 就是他们可以独当一面 一个公司最高的领导者 老板或是创业者或是CEO 总经营等等 其实都很寂寞 他不需要下指令 他不需要运筹帷幄 他不需要推动领导意义 谁能跟他说一些能够帮助他的话 察觉他在哪里 是能够做得再更好 一个leader他不需要羞于 好像要always都很坚强 然后always都很有方法 always都必须要表现得很平静 好像如日常一般 每一次跟教练在沟通的过程 不管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 其实他都是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 我才发现说 我以前做的真的不够好 你开始有一些新的语言 你有一些新的方法 跟你以前的东西不一样 但你会很愿意全然地去投入 去尝试 跟你快很深入地去走 你的世界 你的转变的过程 这整段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学习 一个领导者要如何 能够这样把自己丢进去一个地方 让自己去转变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 我看到了一面镜子 而且这面镜子 它甚至不用了解我所有的运营过程 所以它可以有一个非常专业跟客观的角度跟方法 来告诉我 来观察我 来引导我 去自己去思考更好的一些方法 怎么样去把一个人的心理素质 跟潜在的能力 能够做更好的发挥 能够去跟自己在一块去感觉到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有点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 就是你成为你自己内在的教练 然后能够好好关心你自己的一个开始 跟教练互动里面我换了一个位置 我真的看见自己以前很多很多的不足 即使是很多人说 你很棒 非常特别 它的颜色就已经非常吸引我 整个呈现出来的方式 就跟以前看到一些 七八千的一些工具跟方法很不同 然后我就觉得 哇 简直是彩色魔术师 希望把这整套好的一个工具跟方法 也分享给我的同事 所谓领导者可以给一个员工 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资源或推动 我觉得同事感受到 所以他们更能做自己 而不是做Ruby 我觉得我松了很多 那个松是一种力量 那个八分休止符的Ruby 她好好的跟她自己在一起 停一下来听着 我们正在讲一些什么 那么来 1分10 4分10 3分10 5分10 2分10 5分10 2分10 3分10 2分10 4分11 5分10 3分12